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敢悠山万水 到处参学是为什么 为了生死 为断仪生性 去参方善之时 后悍我们现在这个坐卧的时代 还有空闲时间去搞这些事情 那叫真正可惜 所以要认真修训 于是我们体会到 这个支持名号真正的意思 支持名号 也就是我们要支持 精正对我们的教训 哪些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一定要做 努力去做 哪些佛教我们不要去做的 我们决定不做 这叫支持 这叫支持啊 名号里头实实在在 含着这个意思在呀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经商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意思是包括在家出家 四种弟子 善的标准 我们也应该能提会了 能够真正如教修行 刚才说的 我们是佛的好弟子 好学生 佛的教诲 我们都认真去做 这也就是善的标准 这才是个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佛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记不住 我们做不到 那就不善了 因此无论在家出家 老少归间 乃至于四生九友 只要能够体会到佛的意思 佛的心愿 遵照佛的教诲 依教奉行 这就是多生多结的善根成熟 无逆食物 这是讲我们现前 这个向上 纵然是无逆食物 都叫善 无逆食物他回头了 他听话了 依佛的教诲 他就做了 那一个卧力 都叫做真正的忏悔 他回头了 依照佛的教训 去做了 欧毅大师又特别提示我们 净土这个法门 要求的是三个条件 叫三自粮 幸运行 这是往生的三个条件 实实在在讲 三个条件通通具足 就是菩萨就是菩萨的三慧 大师之波他所说的 尽念相及 无有间断 这个就是四慧 四我们是凡夫 凡夫都是用思维想象 我们没有办法不用它 纵然讲修观 实际上缓是用的 第六诗 那个焦光大师讲的 写实用根 那是什么人 那是法身大师用的 我们凡夫没有法子 用不上 我们的实写不掉 实是什么呢 实是情实 就是妄想 贪嗔痴慢 这些杂念 你能舍得掉吗 舍不掉吗 所以那是法身大师 才能够学实用根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那个不是凡夫啊 那用思维 思维的力量也很大 前面曾经跟主要报告过了 佛给我们说 一切法从心想身 心想就是我们现在第六诗的思维 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 列定志向 专想西方凡夫 这就对了 专意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教训 一是意念不忘 一教封信 这个样子 念佛 这叫志词名号 这就是四尺 从四尺尺 是我们一般人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种方法 那是智慧 比较高一层的人 所以是上根人 立根人 他明了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他对于这个非常的明白 因此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他能够达到心尽一如 能所不二 这样的念佛 这叫做理智 叫理智 这是志词名号 两种不同的境界 也就是 两种不同的形式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 一定要破五直 才叫做四尺性 一定要破法治 才叫做理智 诸位要知道 这个境界 不是每一个凡夫 在一生当中能得到的 得不到 得不到也能往生 四一心前面 说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我们可以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 讲到一心不乱 那的确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 因为四一心 尽私烦恼断 等于小臣的 古罗汉 等于原教 其性位的菩萨 那决定是圣人 不是万夫 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们晓得 小臣 罗汉 具足六种神通 所以你念佛念到四一心波来问问 这有没有六种神通呢 有的 我们今天天眼没有现前 天耳没有现前 就证明 我们念佛功夫 没有到四一心波来 能念到功夫成片就好 功夫成片是你有能力把你的妄想分别烦恼辅助 一天到晚念念当中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杂念 杂念有没有呢 有 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盖住了 石头压草 草并没有除根了 石头把它压住了 这叫福无烦恼 没断 一心是断了 那个草连根都拔掉了 这叫功夫前身 在这个地方 福容易啊 断难啊 福就那么深 所以你能扶烦恼 扶住了 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 皆无其心动念之处 用功夫 我们遇到顺境了 顺境会起贪心了 会生欢喜心了 这个先是烦恼 这个先是轮回 这个念头才一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压下去 这叫用功啊 功在这个地方用点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起烦恼了 诚恨心起来了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又压平了 这叫功夫 你能常常用这功夫 使你的七情五欲 都化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之中 你的功夫得利了 这叫做一片 这样功夫成片 这样的功夫 就能往生凡胜同俱图 如果念到四一心 那是生方便友谊图 念到礼仪是生十报状元图 这些我在前面 都详细为诸位说过 这是我们自分的 自己的功夫 不论佛的加持 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力的加持 全都是奥匹八字复杂了 那是佛力加持的 这是不论加持 是论我们自己的功夫 那么因此 往生极乐世界 自己功夫高下 实在讲没有什么关系 最低限度是 我要能往生 要有这个起码的条件 因为你往生了之后 得佛力加持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智慧神通道理 就跟师弟菩萨 等救菩萨差不多 所以我们自己功夫前身 舍在讲 那是无所谓的 道道不必在这个地方去操心 去忧虑 我们的心真的放下了 真正的自在 老老实实 一心去念佛 佛力加持就对了 就不会有错误了 那么四尺 这个里面特别说明 与我们念佛求生 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听到这个法门 可以在一生当中 聊生死出三戒 在一生当中 语言正三不退 语言满成佛 但一往生 我们对这个门心 决定没有疑惑 于是真的 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 一心洗念 一天到晚 行住坐屋 心里头有福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心里头有福 不是指心里头有这个佛号 心里头要有福 要有福乐 要有福的行持 那才叫真的有福 光有这句名号 没有福的乐 没有福的心 没有福的心 那这个力量 那这个力量还是很薄弱 往生 未必可靠 心里头确确实实 有佛的愿 佛的心 佛的行持 你就决定 而且 心上 这叫真的有佛了 那个妄念 妄想 分别 执着烦恼 你不想去扶 自自然扶住了 自然扶住了 所以这个法门呢 好啊 法门妙啊 至于 李迟的 他了解念佛法门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什么叫相应 你一定要记住 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我们的心愿皆行 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这叫相应 一念相应 念佛 当然是身心不易 自自然然的 他能够做到 都舍六根 敬念相应 功夫向上提升 就能够达到 能所双亡 心佛一体 所谓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个是念佛的上乘功夫 实在说 给这个禅门里面讲的功夫 没有两样 但是 在方法上来讲呢 比禅宗容易太多了 所以这个法门 的确是一心道 在男性而一心 那么一心不乱 就是观经里面讲的三心 三心就是通常讲的大菩提心 心只有一个 哪里会有三个呢 说三个 是佛 方便说 第一个说 心之本体 第二个说 心的作用 是这么说的 在作用里面呢 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换句话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 对自己 用什么样的心 对一切众生 这心的作用 从体上讲呢 至尘心 这是观经上讲的 马明菩萨 在七心论里面讲的 执心 执心就是 至尘心 尘是真尘 真尘到了极处 就叫做至尘 够佛菩萨了 是用的这个心 我们凡复用旺心 那个旺心 跟至尘心 那个 对面的 就不成 虚情假意 我们凡复用的心 是虚情假意 这个要知道 绝对不是真心 说老实话 夫妻 父子 都不是真心 夫妻会闹离婚 那哪是真心 这不是真心 假的吧 父子也会吵架 也会老别扭 现在好多 特立父子关系的 都是虚情假意 所以要晓得 反复用的心 都不是真心 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你说你对我真心 我点点的 我想的 假的 不能当真 当真 我们就吃亏上当了 我对你也是假的 你对我也是假的 都不是真诚的 佛菩萨是真诚的 用心真诚的 那我们学了佛呢 我们就要学佛菩萨 我们要用真诚心 对人 对私 对我 他假心假意 对我 我还真心真意 对他 对 他搞六道轮回 我要做佛 做菩萨了 那怎么会一样呢 如果你不甘心 不情愿 他对我假的 我也对他假的 他多地狱 我也去吧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叫迷惑颠堂啊 我们要用真诚心 无论人家用什么心 对我 我们一定用真诚心 对人 我跟佛是用同一个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决定不欺惑 决定不欺惑 一个种子 那么对自己呢 身心 这个身心呢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这是自受用 这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自己亲近平等 对别人 对别人呢 对一些众生呢 大慈 大悲 慈悲 是从亲近平等里面生的 这叫大慈 大悲 因为它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没有分别 就平等 慈悲 是平等的 没有知足 这个慈悲 是清净的 是没有污染的 那么在观经里面讲的 法愿回向性 这个法愿回向就是大慈 大悲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平常 除世待人皆无 要认真去修 这是佛心呢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们起心动念 违背了 对人有虚假 对人欺骗 那我们已经是 堕落在轮回了 与佛不相应 虽然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相应 如果我们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那我这个一句句佛号 都跟佛相应 我的心跟佛心相应 佛以四十八愿 帮助一切众生 我也同样以这个愿 帮助一切众生 我的愿跟佛 愿相应 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尽心尽力去做到 我们的行持 跟佛相应 这才叫一念相应 一念佛 相应是这个意思 这是讲我们平常用功 平常用功为的是什么呢 临终 决定的神 所以主要晓得 释出世界最大的佛报 是什么呢 是灵命宗事 阿弥陀佛 与一切祝福如来 来迎接你 一切祝福都来迎接你 上平上身 上平上身才能见到 上平中身呢 阿弥陀佛 与五部尊佛来接应你 上平中身 所以我们这是最大的佛报 祝福来亲自接应你 欢迎你到西方 极乐世界去 我们做得到 做得到啊 要肯做啊 你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呢 你怕吃亏 怕上当啊 怕别人占你便宜 结果你就吃了大亏了 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 殊不知 我这个地方肯吃亏 不怕吃亏 不怕人骗我 我们就占了大便宜 我们得到的是真实的佛报 祝福来迎接 那么这个时候 心底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要晓得 就到达一切祝福 插土 包括我们这个世界 你可以随心随运 随时都可以来 那个时候再来 是菩萨身份 不是凡夫了 就沉运再来啊 多自在啊 不像我们现在出不了轮回 那个时候 那个出入边境没有障碍了 你自由出入了 我们现在出不去 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再也要到寿婆世界来 来去自由 随时随地来去自由 这叫得大自在 所以佛在经上讲 我今是利益 利是利益了 我释迦牟尼佛自称 释迦牟尼佛亲眼见到这个利益 所以劝我们引导法院 这哪里可会有错误呢 所以我们明白 这个法门 实在是 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它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最直接的 最快速 而且是最圆满的 因为 聂佛是因 成佛是苦 当下圆明 所谓是无语无欠 欠是欠缺 一丝毫欠缺 都没有 古大德 所谓的上上根 不能欠缺 不能欠缺 上上根 就是指 华严经上 文书 谱写 华藏世界的 等着菩萨 还要法院 求生戒徒 下下根 也能够 往生成佛 下下根是指 无力十五地狱众生 他们 所敢 借淫的佛 俗生的净土 实实在在 超过社方 诸佛刹土 所以廉迟大师赞叹 这个经 真正是 横盖 芭蕉 树车 五十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 《弥陶经》的内容 把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论 统统都包括了 就是这个意思 芭蕉是在天台 大家讲的 教下 五十 实讲的 包括禅宗 都在里面 释迦牟尼佛讲经 是 华业 阿罕 方等 般若 法华 五个时期 这个意思就是 全部 四十九年所说 都出不了 阿弥陀经的范围 说这个话 不容易 他要不是 真正透彻的明了 这一句话 说不出来 所以 世尊才以 彻底的悲心 没有人欺请 主动 主动为我们 说出来 欧尼大师 非常感慨地说 我们今天 遇到这个法文 倘若还不肯 实行 他 修学 不能 完全 接受过来 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对于 祝福菩萨的 不顺从 就是 违背了 祝福菩萨 对我们的 一番好意 真正的 真正是 无你 是我的人 临终 深念 一念 都能卧生 当然 这前面都跟 诸位报告过了 这个不是偶然的 不是侥幸的 而是他过去 身中 欲言成熟 临终 遇到 善友 劝导他 念佛 往生 他听了 就能相信 听了 就能接受 由此可知 这个 法门 功德 不可思议 确确实实 能普度 一切众生 我们过去 促学佛的时候 常常有个妄想 因为 在战佛里面 我们常常战佛的智慧 德能 都是究竟圆满的 万德万能 这句话 到底是恭维的话 是赞叹的话 还是事实 我想 有很多人 都有这个疑惑 你要去请教 法师大德 有些法师大德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这是赞叹的话 佛 佛也有所不能 我们听了 觉得这个话 也蛮合理 假如 要不是事实 我们这种赞叹 就过分了 过分了 就不是公斤 过分了 吹捧 那假的 佛还要我们去吹去捧的吗 那说实在话的时候 我们对佛就是大不尽 如果是四十 那这个赞叹 才是叫真正恭敬 于是 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地狱众生 造无利食物 集中的众生 佛有没有能力 叫他立刻就成佛 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佛真的是万得万得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这个就是一个 虚假的恭维赞叹的话 世间人喜欢听假话 你比如从前帝王 我们都称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上他自己也清楚 他哪活得了那么久呢 这明明当面的说假话 他还喜欢 所以糊涂啊 他真真的是糊涂啊 当面说假话了 所以佛 我相信佛是聪明人 绝对不像世间帝王一样 让人家当面用假话来碰他 这个是无相佛是不会喜欢这些事情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 从这一部经上看 从四十八面上看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的德能是圆满的 确确实实是万得万的 这个赞叹是真实而不是学家 所以这部经我们知道他在一切经里面的地位 在一切法门里面他的价值都是低了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才真正感到荣幸之至啊 我这个修佛怎么就遇到佛法里面至高无上啊 圆满地业的法门 我们才遇到啊 在这个欢喜心里面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决定不能放手 欧耶大师 慈悲到了极处啊 他在这个诸节里头有一段话说 福音直速之语 这是对我们恭敬到极处了 那是个祖师大德啊 他对我们简直可以说 恭恭敬敬 跪在地下礼拜主愿啊 希望无论是出家在家 无论你是有智慧还是愚痴 这就包括所有的这些众生啊 对于这个简易知己 无上远顿的法门 不能把它看作太难 因为你看太难 你就不敢接触了 不敢修学了 不要把它看作太难 也不能把它看作太容易 看作太容易你就漫不经心 你就不认得 那也不能成就 不能把它看作太浅 看太浅你瞧不起它 那也变成障碍 也不能看作太深 看作太深呢 自己不敢接受 这几句话很好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什么 要用恭敬心 清净心 平常心 来法院 认真 努力 我们要特别记住 佛讲的母亲事理 这一句话 不可以含糊 笼统统地看过 为什么呢 这是释迦牟尼佛 轻言所见 佛是无言圆明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利益 什么利益呢 简单地说 这一生当中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这是利益了 你修行其他的法门 超越轮回 非常非常不容易 见思烦恼不断尽 就没有能力超越六道 这个法门 魂超 苏婆瓦 这是第一个利益了 第二个利益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语言正三不退 一生成福 这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呢 我们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 只要三四季的世界 就成功了 我昨天晚上跟诸位讲 这个阿森奇迹 我还讲漏掉一个 这个是名相 好久不讲 所以也都忘掉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 一个阿森奇迹 是一千底下八个万字 那八个万字底下 还有一个单位 那个单位叫赵 我们中国的设算法了 是万万为亿 万亿为赵 用那个赵做单位 是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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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赵 才是一个阿森奇迹 我这想起来 补充起来 你才想到 西方世界只要三界 四界就成功了 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 世尊家 我今实力 所以 这个真是难得 所以从前 云阴阴法师 云阴法师 有个弟子 明阳法师 曾经到台湾来过 云阴法师 几乎 所有一些著作 都是明阳法师 给他记录 给他整理 出版的 那么在台湾 流通很多 因为在台湾 博圣法师 是 云阴法师的学生 跟明阳法师 是同学 云阴法师 云阴法师 云阴阴 是教宗 论言 行归 净土 他云阴 是 弘扬 论言 是有名的 论言 专家 你看他 论言 经讲一 前面的序文 他是25岁 发心 学论言 那个讲义 是他 大概是74岁的时候 完成 一生 这个功力 都用在论言上 他字号 三求堂 主人 他住的那个地方 那个讲堂 叫三求堂 三求 求什么呢 求福 求慧 求神 净土 原因法师 是往生净土的 值得我们 消化 因此 我们仔细观察 古今 出家 在家的 这些大德 他们修行 艰苦 尘就 唯有 念佛法门 是最稳当的 所以 多少法师 到晚年 觉悟了 晚年 回头了 我在早些年 佛光山 刚刚开山的时候 我在佛光山 住过一段时期 那个时候 唐一玄居死 方伦居死 中景德居死 唐牢 各方牢 都已经 往生了 好像 中居死 还在 住在 这个 屏东 我有一年 在屏东 讲经 他老一家来看我 已经 八十多岁了 现在 如果要在 可能有 九十岁了 终老居死 一生 残残 神秘 他遇到我的时候 他说 法师 现在 残个蜜 都不得力了 我现在 念佛了 我说 恭喜你 好啊 你念佛好 他告诉我 他统统放下 所以 晚年 回头了 八十多岁 回头 一心念佛 他告诉我 他一天 念三万圣佛好 那个时候 看到 跟我见面 八十多岁 满面红光 身体非常好 他告诉我 一天 念三万圣佛好 走三万步 他在屏东 乡下住 金行 在乡下 运动 走路 走一步 念一句佛好 三万圣佛好 他走三万步 我说 你这个运动量 也够了 心体很清净了 所以身心健康 许许多多的大德 无论许中门 教下 到晚年 回过头来 念佛的人 多 太多 太多了 在著名的 永明严寿大师 是从禅宗里头过来的 他是在禅宗里边 大车大乌 回过头来 专修净土 是我们净土宗 第六代的祖师 净宗的六祖 是永明严寿 车悟禅室 你们在 这个 这个 净土摄药 副本里面看到的 车悟禅室 一路 全都是 劝人 念佛 修净土 从禅宗里头 回过来的 教下里面 就更多了 天台 智哲大师 念佛 皇神净土 智哲以后的 天台家的 祖师大德们 皇神净土的 很多很多 这就说明 这个法门 真的是最稳当 只要我们 居足 心愿 心 这个 心就是 夜心 吃鸣 吃鸣 要记住 我刚才 所讲的 名号 提醒自己 心愿 皆行 如 佛 一样 这是你心里 都真有佛了 有佛不是有佛的名号 不是有佛的相貌 而是有佛的心 有佛的愿 有佛的心 那是你真的有佛了 这个心里有佛 叫念佛了 所以不是光是口上念 有口无心 那个不行 那个没有用处 所以我们自己 居足 这些条件 就能够得到 阿弥陀佛 本月 威力的 加持 这个加持 不仅仅是 往生以后的 加持 现在就加持 你现在发愿 现在佛就加持 什么时候愿退了 加持就没有了 即使愿又起来了 又加持 妙不可言 福利加持 你身心自在 性愿居足 发喜 充满 所以 没有往生之前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 确确实实 是幸福快乐 这种幸福快乐 别的人体会不了 真正幸福 真实快乐 你就得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 现在就得到 虽然不得到圆满 得到少分 那个极乐 可以得到少分 那么这个就是相应了 相应的成绩 相应的果实 我们现在就能够感受得到 现在要不能享受 说将来果报怎么好 我们还会怀疑 现在那个极乐少分 我们就享受到了 你的信心 当然是坚定的 所以这个法门 非常的神妙 大师在诸节里面 告诉我们 破经一切西冷 西冷是什么 指一切经典 三藏十二分教里都所讲的 又说斩断一切意间 那个意间是禅宗里头的一切 这两句话 那个意思就是 念佛这个法门超越教下 超越禅宗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大家看这个注节 看到这两句话了 要晓得它的意义之 含义的所在 唯有 马鸣龙树至者 永明之流 确定 担和得去 什么人相信 谁也能相信 这个念佛法门 这部弥陶经 是超越一切经之上 超越禅宗之上 什么人相信 马鸣菩萨相信 龙树菩萨相信 这是指印度的 古代的两位高僧大德 在中国呢 智哲大师相信 智哲大师是天台中的 是法华中的 他老人家念佛求生净土的 他相信 如果这个法门 不超越法华 智哲大师 怎么会念佛求生净土呢 从大师晚年念佛求生净土 一生弘扬法华经 我们就想得超过法华 超过华言的 更不必说了 末后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是华言经的总结 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永明大师 永明是中国禅宗的祖师 在禅宗里面 大车大悟 鸣心见心 回过头来 专修净土 专宏净土 这四个是印度中土 了不起的大德 他们相信 他们能接受 可见的这个话不是假的 其他的 事之变从 通如禅客 通如是儒家的这些学者 禅客的这参禅的禅盒子 这些人呢 说净思良度 他们去思索 去研究 去探讨 越想越远 越探 越找不到 门路 所以这不是第一等的智慧 他的的确确 他见不到 必须要像马鸣龙树这些大德 他们才见到 见到四世真相 因此 这一般的 修学 宗门教下的 这一些人呢 反而不如 那些乡下的老阿公 老太婆 还不如他们 他们听了这个法门 一天都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灵命宗是又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真是潇洒了 不如他们 这些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呢 他老实 他不怀疑 听说 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 他就老实念 他这一个老实念里面 你要问他 你发菩提心没有 他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 你问他你有没有幸运心 他说我也不晓得什么幸运心 他真的就完整了 其实呢 他这一句佛号里头统居住 他心地真诚 清净 慈悲 你看 他自自然然 就跟佛心相应了 他能够看到一切众生 他会尽心尽力的帮助 他那个行持 也自自然然的 不知不觉的 都跟佛讲的相应 你问他 金懂不懂 不懂 没念过 可是他做的呢 跟佛经上讲的 完全都一样 他都做到了 暗祸到庙 秦通佛制 没有学自然就会了 为什么会了 心地真诚老实 这个了不起 所以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么多的利益了 这么多的好处啊 所以才说 我今晚是利益 这一句话 清清楚楚 佛言所尽 佛亲口为我们说出来 给我们证明这个事实真相 如果我们是个聪明人 是个正常的人 应当要接受啊 这还不相信 还不能接受 这就是说了 那个人呢 头脑不正常 有问题啊 不是正常人 所以李老师讲 非欲即狂 要不是欲吃就是狂妄 不正常 正常人听到 没有不接受的 没有不依教奉行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这郑宗芬呢 跟诸位报告圆满了 底下经文 是刘滕芬 后来 看什么 是缺别人 我才不会 炼 不 那 我 就 我 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